大家好,这里是龙面花草 今天给大家来说说茉莉花的养护 很多人养茉莉花总是不容易开花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 今天就用我家这一盆不太好的茉莉花 给大家来分享 我这盆茉莉花叶子长得比较稀疏 是因为它的叶子都让我家的猫给 底部的叶子都让猫给倒完了 就是有一段时间叶子也都变得很难看 因为猫总是挨挨了它 也不知道是为啥 我都以为它要死掉了 今年呢也没有大回事 一直就是没怎么开花 就是入春的时候开了一朵花 但是呢就是开的特别少 后来它就一直不长花苞 我也就没管了 后来我看到它总是不长花苞 然后我就给它剪了一次 就是把它上边的纸条都给它剪断了 几乎每一个都剪断了 没想到剪完之后呢 每一个纸条上就长出了花苞 所以说想让茉莉多开花呢 咱们给它修剪还是很重要的 这一点一定要做到位 修剪完之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一下 这三个都已经明显的出来了 然后这剩下的这些 就是每一个纸条上都有花苞 可以看一下哈 这样子的 看这个比较显的都已经出来了 仔细看的话 每个纸条上都有 就是包括这上面 就是这两个比较长的纸条上 也是有花苞的 所以说想让茉莉多开花 一定要修剪 修剪完之后就促进它长新枝 因为茉莉花是新枝开花嘛 新枝多了 自然而然就会出花了 平时养护的时候 还需要注意一下几点哈 第一点呢就是要给它冲出光照 俗话说的好晒不死的茉莉 但是很多人都说 我的茉莉花一晒就黄叶就浇叶 那是因为可能是 你的水分没有做到位 所以说在多晒的同时 还要保证它有充足的水分 给茉莉花浇水 可以适当的多浇一些 只要你的土壤是输松透气的 那么频繁的浇水 不会对它造成太多的伤害 一般情况下土壤三四成 干就给它浇一次透水就可以了 养茉莉花的时候 咱们需要注意一下 它是一种典型的南方花卉 要保持土壤的酸性 因为它在碱性的土壤里边 不容易生长 并且它的叶子呢 就是叶脉 叶肉会变的 会变的就是变黄 然后叶脉会变的翠绿 就是形成一种 就是缺点性的黄叶 所以说咱们保持土壤的酸性 是很重要的 建议施肥的时候呢 给它施一些有机肥 我个人养花了 就是所以我家里 大部分花卉 都是使用这种 维生物菌鸡去养了 这样茉莉花也是如此 它主要是由肉菇粉 芝麻饼还有菜籽饼 就是组成了一种有机肥吧 长期的使用了 不但能为它的生长 提供养分 而且能改善土壤的疏松度 保持土壤的酸性 特别适合用来养 就是这种 茉莉花这种典型的 洗酸性的植物使用 比如说 质子花呀 茶花呀 米兰呀 都可以用它去养 方法很简单 只需要一个月 或者是40天左右吧 在土壤里边 给它埋入一次 一次大盆用个20到30里 小盆用个10到20里 就可以了 所以说这个 用它来养花 还是比较合适的 平时养护的时候 还需要注意 就是当我们给它修剪完之后 一定再给它增湿一些磷甲肥 这样能促进它 就是大量的去开花 磷甲肥 就是最常用的 当然就是磷子二精甲 使用方法也可以简单 相信经常养花的都值得 就直接把它对成1比1000 或者是1比1200的水溶液 直接给它灌根就可以了 一般情况下 像茉莉花 7到10天用一次 醋花效果特别的好 喜欢的朋友 可以这样养一下茉莉花 只要是做好这几点 就是修剪 光照 肥水 这几点做到位 它几乎都能呈现 爆发式的生长 还需要注意一点 就刚刚我忘了说 就是土壤的酸性 要土壤要输送头气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